一种致命的病毒席绝美国和加拿大 病毒把乳变成了丧死 因为受感染的乳临死之前具有攻击性 疾病由其学书名称传染性极强 因此非常危险 大家好,相信大家 目前正在预防新冠状病毒 大家记得做好防犯措施 保护自己,爱护他人 那我今天影片的主题是关于另一种病毒 也算是一直提醒了类意识的影片 丧死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 其不实之身和不可控的特性 让他们成为了恐怖电影和电视剧的首选 丧死的流行使得人们不再惧怕他们 以丧死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泛滥 但假如丧死真实存在呢 而且人类一不小心 就会陷入一场丧死大浩劫 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开始吧 一种致命的病毒已经吸血美国和加拿大 病毒把乳变成了丧死 不是在开玩笑 政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出了警告 丧死路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 这样称呼他们为丧死路是有根据的 因为受感染的路体重俱降 身体缺乏协调性 延伸呆滞 临死之前就有攻击性 他们不停的进食 但怎么也吃不够 截至2019年1月 美国24个州 均有发现丧死路 阿肯舍 克罗拉多 伊利诺斯爱荷华 坎萨斯 马里兰密西根 明尼苏塔 密西西比密苏里 蒙达纳 内布拉斯加布新墨西哥 纽约 南北达格塔 与西法尼亚 天纳西 德卡萨斯 福吉尼亚 威斯康星 以及怀和民州 另外 加拿大 挪威 韩国 也有出现病例 或许病毒很快 就会席卷全球 该疾病 已造成全球数百只路死亡 其名称为 慢性消耗性疾病 简称 CWD 最早发现于1967年 人们在克罗拉多州 发现目光带至 且饥饿的路 尽管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 但该疾病仍然十分危险 你是否想过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爆发 尚氏病毒 为何蔓延如此迅速 最重要的是 它是否会传染给人类 除此之外 生物尚氏化 会有其他的方式 这种寄生菌 主要以蚂蚁为宿主 寄生期间 曾经会在蚂蚁体内 释放一种生物件 以此来控制他们的大脑 被干燃的蚂蚁 会离开医学 像尚氏一样 四处游荡 为其生菌 寻找继续生长的场所 因为利用蚂蚁寻找 合适的地方生长 正是这些生菌 既成了主要目的 太高或太低的地方 都不适合他们生长 因此 蚂蚁必须找到 温度和水分 都适宜的繁殖点 到达目的后 蚂蚁就会失去 其头部 会生出一条军丝 然后长出大量的豹子 豹子又会落在地面的蚂蚁身上 继续把他们变成丧尸 然后操纵他们 去寻找新甲 测试虫草草菌 寄生蚂蚁 已有4800万年历史 因此丧尸露病毒 也不是一时能够退去 然而科研人员 仍然对这种能降落 丧尸化的病毒 不够了解 该疾病尤其学素名称 传染性极强 因此非常危险 而且致死率很高 除此之外 手指甚少 只是直到它进入 软病毒传播 这种罕见的蛋白质分子 几乎坚不可摧 实验显示 软病毒能抵御消毒剂 辐射 低温 甲醛 甚至能承受 约316度的高温 起降大的抵抗力 促进了疾病的传播 以至于无法被消灭 更可怕的是 病毒的潜伏期 可长达数年 野生动物和家畜 都会被感染 没错 甚至公园里的可爱的小鹿 都有可能携带致命的病毒 人类的安全 只是暂时性的 如果CWD 能跨物种传播 使人类感染上病毒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科学家 正在进行大量研究 并尽可能分享 关于上死鹿 病毒的信息 但研究 暂时没有突破 如果疾病 在人类宿主身上 引以相同的方式发展 那么几乎认得分泌物 血液接触 甚至是一张纸巾 都会传染病毒 简单的接触 就有可能致命 人类可能还没意识到 就将面临一场丧死道爆发 据悉 目前还没有人类感染病例 牛海绵状脑病 CWD 还与另一种疾病很相似 那就是牛海绵状脑病 您听说过吗 其实就是蜂牛病 感染这种病的人 部分国界 种族 不论男性女性 大人小孩 轻度感染的病死率 就高达85% 严重的根本无法治愈 目前蜂牛病还没有治愈方法 传统的抗病毒剂 完全无效 使用患病的牛肉 是感染病毒的方式之一 另一个可怕的例子 是骷髅病 该病 曾经常见于八部星基内亚 高地的土著部落 通过禁食人体器官传播 具体是使用病患者的大脑 后来直到食人习俗被废止 骷髅病 才基本消失 但时不时还会出现 因为该病 潜伏期可长达30年 软病毒的鹿肉实验 所幸的是 目前还没有人类 感染丧死鹿病毒 然而在2017年 加拿大科研人员 给迷猴卫时 感染人乱病毒的鹿肉 实验结果令人震惊 加拿大政府 还因此在全国范围内 发出警告 在为期三年的研究中 禁食感染鹿肉的5只猴子里 有3只CWD 检测成阳性 实验期间 猴子只吃了5公斤的病毒肉 相当于一个人 每个月只吃一块牛排 研究显示 即使射入少量感染肉类 也会在一定时期内 又发疾病 虽然目前只是发生在 胡子身上 但谁也说不准 人类何时会被感染 按照片 许多似乱 顶多伺候 无论 无论